三种让你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随身香皂带法 大家好,一带一台科妈很快上来跟大家打招呼 小孩子快要到开学的日子了 我最近经常在想的就是要帮他们准备什么东西 除了学校说的一些文具需要准备之外 我也在不断的跟他们叮咛他们正确的洗手方式 还有消毒水及口罩使用的时机 所以除了帮他们做这些准备之外啊 就是相信很多妈妈自己身上也都会带这些东西 所以我要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平常用的会佩戴的洗手的 这个也是我看到就会买的东西 因为有一阵子我买不到它 这是肥皂纸 一次抽一张 因为像小朋友有时候什么社团活动啊 玩玩那只手都比地板还要黑 有时候光用水洗是被公办的事情 我就会带这种东西在身上 好像很多学校洗手台都是会准备一项灶给小朋友的 可是妈妈自己出去的时候 或者带小朋友到公园的时候 我觉得这东西就很好 它一张就是这样薄薄 这大家都有看过来也不是什么新东西 加水搓一搓就出泡泡了 那你可能会想说 我就带一块肥皂就好 我干嘛花那个钱 也可以 我已经帮大家想好了 我们来走一个无印封的香皂盒 找一个这种收纳盒 然后里面垫一块 看是海绵或者是像我这次菜瓜布 直接垫着 这样就可以吸那个用过的香皂滴滴答答的 多余的水分 我们上来做做看喔 在这里 把它这样从中间拆开 那我就按这个形状 解一个它可以合进去的范围 再把它跟刚才那个合在一起 捏一捏 突然就变成一块很重要的香皂了 哈哈 有没有 然后呢 如果你真的很不甘愿 就是不想带这么大一盒在身上 但是你又不想买这个 你还有一个办法 我也帮你想好了 来 拿出你的香皂跟你的爆刀 我们来试试看喔 把它爆一爆 一次用一段 装在小瓶子里 噢噢 哎呦 对啊 好啰 三种让你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 随身香皂带法 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歡我們 按讚加分享